你是不是也遇過馬達控制器壞掉 今天一樣給我一分鐘 避免你花運忘錢 通常你到原廠看到馬達控制器壞掉 還要把這個盒子拆給你看 如果你今天發現 你裡面是乾的 那你很有可能單純只是馬達控制器壞掉 打開的時候 它裡面是濕的 這乾淨的布喔 你看就出現油了 有的會跑油 有的會跑水 水的話很好分辨 它就是綠綠的水傷筋 它其實就是馬達電片沖掉的 然後你看這裡 這幾支都是乾的 有沒有看到 那你來特別看這個 這個都是直接打開給大家看 你看這裡有有的 代表的是 它的電片已經沒有辦法去支撐裡面的原油 或者是水箱筋的水 那這時候你如果去換了馬達控制器啊 一開始會好好的 那你可能期隔三個月 半年以後 它又慢慢漏慢慢漏慢慢漏 最後你的馬達控制器又壞掉 回原廠的做法 很有可能會這樣整車馬達換掉 現在外面蠻多車行可以進行馬達重整 那它就不會再漏了 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有沒有壞掉馬達控制器的經驗 就算了